英國投資房地產的機會 過去幾年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 英國很多投資房地產的機會 又說保證回報多少厘 又說可能現在買樓花將來有多少成的升幅 近來很多朋友說回英國買樓 都有些不愉快的經驗 甚至乎是有一個心理陰影 其實是怎樣呢 他們買了英國的樓花之後 發覺可能工程爛了 可能有些誇張得是直接起都未起 這些情況下 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事 其實補救的話 是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 究竟怎樣可以避免買到這些爛尾樓 第一步其實都是講做功課 首先要了解這些新樓背後的發展商 他們的track record 幾方面去看 首先就是看他們過往落成了的樓的 record 他們本身的performance是怎樣 在區pop popular 究竟價錢升幅是怎樣 質素不可以 其次就是我們所說的准樓花 准樓花的意思就是將會推出市面 可能那個建築已經起好八九成 可能是一些 interior 未起好的 這些其實我們都是一個投資的機會 以及相對上比較穩陣 因為原因他們已經完成了大部分的工程 在 capital 和 liquidity 方面 其實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基本上 選擇這些準樓花 會多了一個 reference 其次也可以再做多些功課 可以看看他們將來的一些樓盤 土地儲備 可以留意到他們選擇的地 買的地段 其實可以留意到他們將來的 strategy 是怎樣 他們的 potential 是怎樣 這間發展商是否真的很有軟建 是不是有這樣的實力在 如果想再做深一點的功課 其實可以留意到他們的 contractor 他們找的一個建築商 究竟他們本身的紀錄又是怎樣 他們的財政又是怎樣 如果當然你說找listed company 那些很多 financials 其實已經是透明公開的了 相對上就穩陣很多的 如果想再做深一點的功課 甚至乎我們所說 最值錢的local knowledge 其實大家都可以找回那個地區的樓盤 不妨跟 agent 問多一句 問一下他對於這個樓盤有什麼看法 在未來的發展是怎樣 他本身的定位是怎樣 你聽得多幾個 agent 的分析 其實就會知道 究竟這間發展商是否真的OK 這個樓盤是否真的這麼值錢 因為那些發展商全部都是第三方 對他們來說是沒有什麼直接的利益衝突 在裡面 所以他們分析的意見是持平 和是比較真實的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記得去Yahoo的facebook page 留言 之後我們就會解答你的問題 Yahoo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可憐